流传300年 欧洲王室六克拉兰钻670万天价拍出 在欧洲王室流传300年的法纳斯兰 Farnese Blue 钻石 15日在日内瓦拍卖会上以670万锐狼 约669万美元 落锤 超越拍卖公司苏富比 Sotheby S 估计的350万至500万锐狼 路透社报道 深灰蓝色的法纳斯兰钻石重6.16克拉 产于印度的戈尔孔达 高康德 钻石矿场 他最早是帕马公爵 Duke of Parma 的女儿伊丽莎白法纳斯 Elizabeth Farnese 1715年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武士 Philip V 10所获赠的礼物 法纳斯兰钻石随后流传超过七代 由于后代和其他欧洲家族通婚 这颗钻石也因而从西班牙被带往法国 意大利和奥地利 苏富比15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瑰利珠宝及贵族首饰拍卖会上 另有两件珠宝拍出比法纳斯兰更高的价格 分别是一颗50.39克拉椭圆形钻石所做的戒指 以810万锐狼 约809万美元 落锤 和一颗51.71克拉的明亮式切割圆形钻石 以926万锐狼 约925万美元 落锤 双双高于预估价